現在開始要做有關 A跟B跟E 三個HardKey 這三個HardKey就用在AdMode裡面 那我現在來針對這個Object來做 做動作 我現在點選了這個Object 那我想要對它做動作 那我現在要用 A跟B跟E 我要來解釋這三個指令的時候 我先進到AdMode 那怎麼記得還記得嗎 用Tab鍵 可以進到AdMode OK 那你會看到AdMode 我把它轉移一下 你在AdMode裡面你看 這個我Shift AdMode你看這個Object 其實是這個Cube 其實是有八個點組成的 這八個點選取起來 它就會變成一個粉紅色的狀態 那我如果按一次A 它其實是不選 再按一次A 它是選 所以A你可以說是SelectAll的概念 那當然可以是不選 全部不選的概念 有沒有看到 好這 感覺得出來嗎 我現在想建立你們的感覺 那B呢 B也是跟Selection有關 給各位看B 好 抱歉我按到Space B 按一個B 按一個B 它是選 用Windows來選 你有沒有看到 我選了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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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各位看 好 那就是這個面被選起來 因為我四個點選起來 我這個面被選起來 我如果就多選一個點 我如果B 我B可以這樣子 我按兩次B 我按A 我先按A 大家看一下 我先按A 然後按兩次B 我可以用這種 我用那個滑鼠中間 我可以讓它 放到縮小 我可以選這個東西 我可以選一個點 兩個點 兩個點 就會有一個 有一條線被選起來了嘛 然後三個點 然後兩條線被選起來 四個點 就連一個面都被選起來 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 剛剛那個面 這個點為什麼我選不到的感覺 我知道了 因為 因為我剛才那個透視的關係 我看得怪怪 OK 我剛剛看反了 我把東西看反了 因為 應該要移一下才會感覺 好 所以 所以這樣選起來 就是變成一個面 對不對 一個面 好 那我按A就全部都沒有了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有B 可以用Windows去選 好 然後 然後 A是 兩個B 就可以來 用這種 用這種方式來選 像這個刷子 這種方式來選 好 這是A跟B的用法 好 那E的部分怎麼做呢 好 那我再回到 我再 回到 Object Mode來 A E的部分是 叫做 Is True 是把 現在的Cube把它拉長 它這拉長 並不是Scale 你看 我現在把它拉長 例如說 我現在 現在有一個 B 我現在把它拉長 我把這四個點拉長 你可以看到我選到這個屁股這邊 我按E 它就 如果我拉長整個Rigid 好 你看 你看到 我並不是把它拉長 我是怎麼樣 增加四個節點 有沒有看到 好 增加四個節點有什麼好處 有很多好處 如果要讓它變形 然後要讓它做很多動作的時候 增加四個節點是很好用的 好 那我這邊 待會你的例子就會看到 為什麼要增加四個節點 我再做一次 按E 你就可以整個Region 增加四個節點 好 然後 然後 如果你還要 如果說像 你要做 待會你會做一個動作 就是做那挖土 那個 堆高機的那個 那個鏟子 所以你就還可以繼續這樣做 按B 你就可以把那個L型做出來 好 所以這就是 有關A跟B 就是選擇的方式 E 是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這幾個簡單的動作 再配上一些小的細節 就足夠做一個 待會你會做一個很醜的對道機 就已經足夠做了 做這樣的對道機